這隻地是通通的 我老公賣的 我老公賣的,我有權 他絕對可以稱之所謂村壩 他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店駕的家庭也要拆開 我們連日來報道 元朗田森森村出現一個村壩鄰居 有村民指,婆婆用泥封雨水渠 用磚擋住行人路邊 令到無法疏到雨水 一下雨,行人路和寮屋 都會出現嚴重水浸 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 村民指,婆婆橫行霸道 報復心寵 不少人都怕了她 要啞引她的惡行 我們訪問完的第二天 婆婆心心不憤 把所謂的地契 去到停車場避雨停穩村民算帳 因為開放了一個地方 被幾個街坊接受訪問 第二天,婆婆去那裡找晦氣 婆婆拿了地契出來 她說,我收你租,你的地契是我的 煞氣的時候 婆婆拿了煙灰缸去撞那個男人 幸好她反應得來 沒有撞到,於是報警 婆婆因為去年打爛貝拉花盆 和賭牌涉襪入她家 在今年8月中進行審判 而村民認為判決太輕 令婆婆有恥無恐 她幾次上庭都不認罪 直至今次法官要我做證人 所以令她很出奇地 就180度改變認罪 例如我要求賠4000 因為打爛了 她總共有20盆花,10個花盆 即是大啞缸 然後賭市進來,清潔費1000元 所以就是4000元,總共加盟 現在法官罰她1000元 亦跟她說可能會坐牢 不過就緩刑 水浸問題擾讓了十多年 事情終於漸見曙光 在7月底,政府部門聯合行動 民政署、地政署、警方 總動員大約30人到場 清除婆婆的僭建物 警方嚴陣戒備 以防婆婆有反抗的行為 但隔了一陣也不見她的身影 床五經因為用鐵鏈 鎖了別人的門 那宗案件進入青山 所以沒有人去反抗 地政署工人開始拆除 在外婆婆遺歸逛建的地方 屋外的鐵欄和卡板 再抖走地下的石屎 婆婆霸佔官地,進行非法耕種 工人就在政府地上加建鐵絲網 凡只有人再佔據 其後清走新渠的淤泥 工人還原救渠 管走上面的雜物 水浸的源頭慢慢開通 暫時舒緩情況 政府部門很迅速 在兩天內清清了行人路上的障礙物 圍了鐵絲網 渠到8月10日正式掘開通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很大的欣慰 由那條渠通後下幾場大雨 我們很安樂 不用擔心水浸 這條渠還需時一、兩個月徹底還原 事件逐一解決 村民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正當他們鬆一口氣 誰知事情峰迴路轉 這日婆婆強勢回歸 第一時間就是關心這條渠 當時下雨 她用卡板閘在中間 幻底身不斷拉盤回落渠 之後又拿幾塊磚扔下去 再次堵塞渠口 阻擋雨水流出去 她似乎對這個行為樂此不疲 她回來時 我怕她要宣示主權 就算是她的 在第二天 婆婆又再發功 產起附近的泥 倒下舊渠 有村民即時制止 你真的想馬上拉你回去坐嗎 很拔的 別人說了,你現在是緩刑 不是不用坐 你一犯事馬上進去坐 我立即進去坐牢 你不要拔了 你給我拔 你不要拔了,要儲買我魚蠻銀 我女兒昨晚想的 要儲買我魚蠻銀 讓她避免煮 民生事務主 把她的鐵都弄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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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魚蠻銀 用了一份魚蠻銀給她 這是你女兒跟你的問題 你跟她談吧 婆婆還理直氣壯地說 這宗屋我沒有居住的 你們去看沙嬸那裡 我就不讓沙嬸出 是她的鄰居,她的老闆 你拔了我的泥是怎麼回事 不讓你做 很甜 很甜 那裡塞了,塞了 不塞,我現在滴水都不可以 你這條泡沙嬸 你要不要溫暖一點 我溫暖一點,你不要放我 你把我溫暖,不要放我 我放 你不要放我 婆婆無事發脾 用大剪刀剪開政府圍的鐵絲網 又蓄意破壞鎖頭 婆婆的女兒站在旁邊幫忙看水 沒有出言制止 變相助長婆婆的行為 只有村民報警求助 我上屋頂後,旁邊的太太想哄她 其實警察也不敢在屋頂上拖婆婆 最後叫消防 好像糾纏了很久 這次真的送她去屯門醫院 再轉介去精神科,即精山醫院那邊 現在婆婆就在青山 其實婆婆已經多次出入精神科 但出回來後,沒有繼續服飾藥物 接受治療 去年因為甚麼事,進了青山 我內心就是為了這支地 我現在不吃精神藥 起碼我沒有血壓過 你有多少年沒吃 六個月 六個月沒吃嗎 她不是身體上有病 她事實是精神上有病 所以你判斷她的 不是說她能走、走、說話 而是她在思維上 究竟是否可以自己控制到吃藥 家人可否可以監察到吃藥 還有她是否真的沒有那種反社會性 真的要破壞 要去搗亂的那種精神狀況 才容許她再在社會上跟其他人一起落 其實大家各個部門都很努力做事 而是受一個人的影響 令很多人的努力白費 你明白嗎 所以希望播出社會上會否有專業人士 或多些人能反映到如何處理這件事 還有真的要求她的醫護社工解釋一下 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下都可以回家 我們就事件去信元朗民政事務署 處方回覆指 於7月28日清理有關排水渠內的淤塞物 在於8月8日開通一段 約50米長的排水渠 已疏到雨水 處方會繼續留意情況 與地區人士保持緊密聯繫 並適時作出跟進行動 我們亦去信元朗地政署 回覆指 處方人員試測時 發現兩幅政府土地上的遺網 被破壞及有非法種植 處方於7月28日採取土地管制行動 安排承辦商 清理兩幅政府土地內的植物和雜物 並重新圍封相關土地 相關部門再度開通救渠 在8號風球下雨水渠暢通無阻 村民暫時不用再受水浸折磨 不過村民都擔心婆婆有機會回來 事件是否可以長遠解決呢